嗨 哈囉 柏宇 你好 你好 我們來介紹你的這個副業 這個叫我小仙董 先請你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柏宇 那我目前是在賣豬肉這樣子 這是我的副業之一 對 那先講你的本業 我的本業目前是在寫企劃案 對 就是幫政府寫企劃案 然後專門寫那種能耗啊能源啊 太久環境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你算是在一個顧問公司嗎 有點像 不過我們比較像是同胞商 那你後來又怎麼接觸到你的這個副業 我副業是因為我的另一半 他們家是在高雄算是蠻大廠在賣豬肉的 對 然後疫情的情況下其實 也知道餐飲業就是減少很多啦 然後我想說他們家的東西好吃 那我想說幫他找個出路 然後我也想說在台南開一個小社團 然後這樣子賣 對 然後沒想到 效果讓我覺得非常的驚訝 對啊 曾經在 在我剛開的時候 我大概一個禮拜 就接到兩百多的訂單 對 所以這個是你運用你本來企劃的專長 其實沒什麼關係 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就是專門比較負責賣 就是買賣這種方面有沒有 行銷這種方面我比較擅長跟人家溝通 對 然後我想說欸不然轉嫁試試看 畢竟我沒有嘗試過對啊 你到現在問我說欸豬肉什麼不會 我其實講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意思是你女朋友他們是大批發 對他們是批發商 等於你是透過社群幫他們找另外一個零售 對 就等於幫他們建立一個自立品牌 原本沒有想說要建立 那是後來想說越做越大 然後人家來找我 奇怪怎麼找不到我 然後就是靠手機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說我應該創一個品牌 其實這個品牌不管有沒有成功 對我來講是一個里程碑 對 就是一個生活樂趣 因為一開始也沒有把它當做太震驚的事 對 就是幫忙賣而已 就是幫忙賣而已 我也沒有想說欸 會把它慢慢越拖越大 就慢慢的越有成就感這樣 好那講一下你後來怎麼樣去打造個人品牌 我後來其實一開始客人品牌 其實我那時候想要找logo設計的時候 我原本是在蝦瓶上面找人家logo設計 然後想說租 然後一開始叫二師兄 然後二師兄想到就是豬八戒嘛 然後以那個為主題 然後之後後來啊就是 我把這個logo我要印名片 然後我找到秋哥 然後請他幫我印名片 然後因為我聽他做名片覺得很厲害 我要去找他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不能弄 然後他說要不要聽聽他的建議 我覺得好啊 那我們就畢竟相信專業嘛 我覺得專業能給我更好的建議 然後他才告訴我 然後這樣慢慢的 然後創立小鮮肉這個品牌 對 所以他一開始覺得二師兄這個名稱太普遍 對太普遍了 而且我也遇到就是請公司 行號其實要名稱嘛 我也想到二師兄真的要請很難 而且識別度也沒有那麼高 對啊好像大師兄二師兄什麼三師兄那個社群 那個社群好像都曾經好 對容易被混淆誤會 然後後面說叫我小鮮肉 欸好像不錯 因為我沒有聽過別人叫這樣子 然後後來秋哥設計出來 哇快速讓我覺得非常之驚訝 可是你應該是應該很不好意思吧 其實應該是有點不好意思是真的 是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不過還好真的遇到他 因為遇到他真的是幫我省了非常多的錢 因為你光LOGO品牌設計這個東西 在外面做一個火種做一個土這樣子出來 設計出來到現在至少都五萬六萬不等起跳 對 然後秋哥那時候就有推出年輕人創業計畫 然後就是反正就是包套 對包套 對處理完這樣 所以後來這個果然搭響你的品牌門號 真的有有差 因為別人聽到就是說 欸一開始我開了這個社群之後 叫我小鮮肉 那個因為我把二師兄名字改掉 我還沒跟人家宣布 人家以為我是做那種黑的有沒有 就是奇怪 對對對牛郎那種 對對對對對 可是其實以小鮮肉來講 就是賣新鮮的豬肉好像也很符合啊對不對 對啊 可是對沒錯 還蠻符合的 今天我做的方式比較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可能你今天跟我叫 我才有去製作製成 對 那你今天沒有跟我說 我其實也不會囤貨 對 就是以這個名字小鮮肉為主 因為他就是真的是鮮肉 對 所以他就是比較繁瑣的小包裝對不對 因應客人的小家庭的需求 算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比較要走半客制的情況 就是符合一般媽媽 她覺得量可能太多太少 太多或太少 然後就幫她分裝 其實是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只是一個動作 但是如果你要做成大公司那樣來講的話 其實是有點繁雜 不太符合成本 所以大公司也不會做這種小 對 小需求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是我的興趣 我不要把它當作是買賣 與其說興趣不如把它當作是交朋友 我覺得說大家吃我肉供好吃 那我的成就反而就覺得不錯 那我就覺得可以 欸可以想一直做 對 可是後來應該就有感覺到那個 以量為勝的這種優勢對不對 對 一定會的 因為應該是怎麼講 有時候量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就是 就是功不應求的情況下 你必須要改變一些做法 對對對 那是不是還要新增很多客製化的需求 像比如說遇到中秋節烤肉 對對對 可是其實中秋節烤肉其實 因為我有嘗試出過很多的菜單啊什麼 其實大部分的媽媽他們比較喜歡就是 他想要什麼 幫他搭配然後給他折扣這樣子 對他們來說會比較優惠一點 對 所以就是懶人的那種下單房 一件然後就全部包套 對 不過我們比較 我目前還沒有開 就是還沒有開APP的原因是 我覺得豬肉這個東西啊 人跟人溝通之間 可能你跟我講這個東西 可是你就上面點了而已 你不知道是肥是瘦還是是油 是不是你要的 對 然後可能就是會去溝通說 你今天可能吃什麼肉啊之類的 會平常比較飲食習慣 然後去搭配這個肉給他 那你覺得不好 或是覺得不OK 那再去做反應這樣 可是當你做到一個程度 不就跟那種什麼西北烤肉網 甚至烤肉公司的有點雷同 會不會 有點雷同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畢竟他們也是包套那種 但是我還是比較專業在客人 一對一啦 我通常都是一對一跟客人聊天 所以我接的量不會到多大 但是他就是有一隻單隻在持續 對 所以這是你的興趣 對這是我的興趣 我覺得人跟人之間互動 我覺得不錯 對 那會不會這個豬肉賣賣 連牛肉羊肉都找你買 有 可是 你就很困擾 可是我很困擾 原因並不是說 對 我會覺得說 要找到好的東西 不難 但是要找到跟我好配 因為畢竟婆婆媽媽 她需要省小塊 要幫她切之類的 對別人來說 可能是件麻煩的事 因為他們量太大 不會理我這一種 小訂單 對 但是我覺得說如果我要做的話 那我就是要把它做好 來源容易 可是願意配合的廠商不多 這樣子對不對 對 會比較麻煩 所以你還在思考 對我還在思考 其實很多人一直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一起賣 那是你要考量說 羊肉牛肉有這麼多個國家 有這麼多個品牌 那因為我本身沒有吃牛 所以我要怎麼能夠說服人家說 去買這種東西 因為畢竟 吃這種東西非常的主觀 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不好吃 對啊 所以你要去匹配大眾的話 其實我覺得 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我比較刷 比較把他的圈子縮小一點 比較磚精緻一點 對 所以這也是你這個女朋友 他們家的本業 所以你掌握得到來源嗎 對不對 來源 對啊 因為他們來源算是比較穩定 比較好處理 因為他們就是頭 對 他們就是頭 那今天供貨 其實基本上很好商量 那品質的話 也可以兼顧穩定 比較固 好那即使單純的賣豬肉 還是有很多半成品 對不對 香腸火腿是不是也都可以找你們 對對對 可以 但是目前的話 目前就是做到香腸多種口味 然後 欸 目前多了個培根 然後火腿這部分 其實還在想 因為我想說 欸找廚師來去看 能不能做出火腿的東西 跟別人不一樣 對 啊不然其實 這種東西還蠻大眾 大家都買得到 我想說 欸有沒有特別一點的 對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變成你的本業 也不是說不可能 但是我會 目前會把它當作是副業之一啊 對 因為其實我還有其他副業在經營 所以對 確實溝通很繁瑣對不對 而且那個有時候訂單 就那麼一點點 要花很多時間溝通 對對對 但是我培養起來的客人 他就是在我這邊 因為他只要一離開我 去找別人買 他一定買不習慣 因為我有點把客人寵壞 但是 對別人來說很崇壞 但是對我來說 這就是我做的方式 對 也是在培養粉絲嗎 對 也可以這樣子講 因為這種東西 我覺得說 賺不賺錢 我覺得對我來說其次 我覺得說這個品牌 讓大家看到 就是說看到這個東西 就覺得這個東西可以賣 那我才是我想要的 對 可是你一開始在幫女朋友家裡 做一些社群行銷的時候 應該一開始量也不多吧 一開始大家也應該不太注重這塊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子 一開始 對 你說 一開始是不多 可是一開始為什麼會想做 原因是 他們家在賣香腸 我第一次吃到香腸跟肉的時候 我覺得 哇 跟我完全吃的香腸就是不太一樣 然後我就想說 不然打電話 問人要不要買 然後就 親戚朋友就了機會 過年就了機會 過年就了機會 然後那一年過年 第一次好像就賣了四五百千 我就有點嚇到 我就覺得說 哇 為什麼我才這樣子做 可以賣到這樣 大家給我的回饋都不錯 然後從那一次開始 我想說 那我就慢慢做行銷 就一點一點一點慢慢來 對 那目前的規模呢 目前的規模 其實也沒有到很大 就是 有幾間目前的 就是固定的供應廠商 大概十出間左右 對 也是有一些比較大需求的人 會找你就對 會 但是大需求的人跟我來說 就是要磨合 為什麼 因為我跟別人的方式 比較不一樣 會跟別人不一樣的原因是說 我目前貨源的產地 來自於高雄 那我中間就會卡到說 運送的時間 那運送的時間的話 就變成說 你可能這間廠商 你今天要漏 那你可能就是前兩天要跟我叫 然後我前兩天 對 然後我就前兩天之後 幫你就是限殺完之後 就急速冷凍 然後再送到你手上 對 就不會有囤貨的問題 但是 品質也比較 不定 可是麻煩的就是說 你可能今天急了 持效性 對 持效性 這是我那時候沒有考量好 因為我那時候講說 我竟然就每天都來回高雄 我想說 不然我就來回高雄 能貼補一點油錢啊 這樣子而已 對 順便再順便賣 順便再順便賣 其實沒有想太多 對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欸不然來台南賣賣看 所以你是指說那個 是指比較 需求大的 像餐廳這樣子嗎 對啊 像餐廳 像餐廳啊 小餐廳 可是我們的客群通常 比較 精品化 比如說那種運動餐盒啊 那種低質啊 那種需要客製化的肉品 說要特選的肉 特選的肉 對 那一般他去菜市場 人家攤販 比較不願意幫他做這麼費工 欸 對 要挑嗎 而且畢竟他們 我們的優勢是說 我們可配合廠商的時間 譬如說他今天早上7點要 然後就7點給他 甚至他要凌晨3點要 我都有辦法凌晨3點送給他 對 因為就是實際上性好配啊 就跟朋友一樣 把他當作是一個朋友在經營 喔 所以你等於是走出自己的豬肉市場就對了 不是大宗的 不是大宗的 因為如果要吃大宗的話 可能真的比較難 因為年輕人可能不會 但是比較一些舊的話 他可能需要經過一些磨合期 他們就覺得說 啊 你每次送來肉 怎麼跟我想著有落差 然後價格上有落差 因為很多東西都直接反映在價格上面 對 那我總不能說 所以說他的價位是比較高 是不是 他的價位是比較低 我的價位一定是比較高 對對對 因為你多了很多額外的功夫嘛 對啊 因為畢竟我們的肉也有送檢驗 然後送什麼 通常一般賣豬肉 不會拿這種東西給你 而且很多 我目前遇到的廠商就是還蠻多 就是被換肉 就是比如說目前用台灣的 然後突然給他換外銷的 然後其實有什麼肉不一樣 喔 掉包了 啊就是其實長期都會 有這樣子的發生 其實我就覺得 不是說 如果我們如果是這樣子做 那就跟這根講說 我哪就是外銷的 我不會跟你講說 台灣也還很外銷的 這樣我就沒什麼意思 對 那你這樣接觸兩年應該對豬肉 然後也有一定的認識吧 欸你說認識嗎 其實講真的 我自己覺得說 你可能肉放在我面前 我可能大概知道是什麼肉 對 那你可能要叫我去 一隻豬要叫我去分解它 我到現在也不會 因為我覺得 欸 與其說是屠宰師 不如把它說成是 比較就是沒有經過就是 不用上醫學院的那種收醫師 因為它那種肌肉啊去分解 其實我都蠻清楚的 還蠻 就是他們很厲害 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哪裡 到現在我看 可能還不太知道 那你有沒有因為要賣這個東西 去屠宰廠看一看 欸有 看他們的流程 有 但是我覺得目前讓我覺得說 屠宰廠發現 我覺得啦 欸屠宰廠那邊端 可能沒有問題 但是會有問題的會是在 最末端屠宰廠 電宰廠送到那個攤位 攤位的豬肉 所以說為什麼你沒有辦法 賣別的肉 就是因為你不能掌握這些來源嗎 對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克服 但是我覺得 欸目前我自己在做 我是覺得說我看得到 我才放心 對 至少經過我眼睛看到 對 至少經過眼前這一關 我過了 那我後面再來討論 但至少眼前我東西看得到 對 那外來的發展呢 是不是更多半成品 嗯 對 可能會考慮做一些肉乾之類的 對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大家都一直跟我講說 為什麼沒有肉鬆肉乾 因為肉鬆肉乾是加工食品 這必須要找到廠商 然後技術 做出來的東西好吃不好吃 這都有差 而且你不一定說 欸像我東西在高雄好了 欸也許我可以去買人家就是 人家說好的就是 已經做好了 然後只是套我的品牌這樣子 可是這樣對我來講就是 我對我品牌沒有負責任 我懂 所以你還是希望自己做 自己來 可是這樣子就變成說 時間會拉得很攏長 因為你要找這些東西去 製成這些點點 就是一點一點累積器 所以目前的發展你滿意嗎 兩年的時間 其實講坦白講還不滿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很專心的在這一塊 喔因為那是副業 對那是副業 因為我另外的副業還有做一些賣車 然後甚至我自己還在讀書 對 所以基本上 比較去難抓 對啊 不過賣豬肉的一些訣竅 應該可以運用在你賣車身上嗎 對不對 都是有一些相通的 可以 對我來說 賣東西的方式方法就是差不多 其實就是交朋友的方式 可是對我來說會比較吃虧的原因是 我的心可能就比較軟 那可能常常跟我講一下 兩下說怎麼挨兩下 我就覺得好吧 不然我就折扣給你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你的利潤都抓比較低 對 可是對我來說有賺錢就好 因為畢竟我要賺的不是眼前這一些錢 對 是我覺得未來的 反正交朋友以後還是有機會 對 所以你用這種心態走得比較長遠 對 我覺得會人脈會比較多 當然也有好的跟不好 但是我覺得說至少我可以把自己控制在 我都有人脈的情況下 你如果這樣講很多人就會說因為你不缺錢 所以你可以 我不缺錢嗎 其實講真的 因為前陣子我有去上那個 最近期有一個叫超派人生超哥的頻道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跟他吃飯的時候就訪問到我 然後因為他訪問到我年金多少錢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我一年就是賺一百萬 可是一百萬對現在的人來說 因為自媒體的一些創起 其實講那一百萬這個數字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根本就是小事 但是對我來說 是一個過程 但是可能就是這部影片出去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你就富二代嗎 可是我要講一件事情是 富二代嗎 其實也沒有 因為我們家其實是 我爸有經過經商失敗的一段期間之後 我們才來到台南 然後重新起來 所以你說我家富二代嗎 我爸 我父母是沒有給我擔心過吃住的問題 但是我自己要的東西 我通常都是自己去買自己去努力 我也不會說 我跟我爸講說 爸你們要吃東西給我啊 之類的 對 我覺得這種東西 要我自己去得到才有成就感 所以你就是靠自己經營多角化 對啊 因為畢竟你說我富二代 那我如果是富二代的話 那我如果是富二代的話 我也不需要去花這些錢 來自己去學經驗 因為你看 我經營著豬肉 哩哩哩哩哩 有的沒有 再加一加也是很可怕 這是一個數字非常可觀 可是這個東西 我都是自己在學經驗 因為這種東西 花錢學到 我覺得才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認同的東西 對 所以賣豬肉會成功以後 賣其他產品也是可以運用 對 我覺得差不多 因為買賣東西 基本上你就誠實 跟人家 一對一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你就直接跟人家講 坦白一點 我覺得 沒什麼不好 所以走在路上 會被你粉絲叫小鮮肉嗎 走在路上 是還沒有當作誇張啊 但是如果未來以後 我覺得 早晚會遇到 對 因為你就在台南地區 對啊 因為我目前是還是用那種 就是手機訂購方式 我沒有開門式 我懂我懂 所以未來可能還有網購啊 還有網站架設對不對 對 App啊什麼的 嗯 所以還有待未來的成長 對啊 我覺得未來成長其實還非常的大 而且主要是你現在學生 能夠做到這樣已經很厲害 找同學很多步了 嗯 你說同學 因為我很早出社會 我大概15歲就出來出社會 對 就一直半工半讀 對半工半讀 就自己賺錢啊 自己幹嘛啊 對 反正我就嘗試過很多啊 對啊 有賺的也有賠的 然後全部搭搭起來 其實大部分都拉平 但是對我來說 經驗來說非常重要 對 你最後要不要講這次的過年 這個剛過完年 你應該業績不錯吧 欸 其實今年過年剛好相反 業績不錯 因為今年過年啊 其實欸 我有點被國稅局盯上 就是 他看你社群很熱絡 就要查稅是不是 對 然後還有那個被聯合機查 因為我賣豬肉對不對 但是我有時候會找朋友來一起家裡烤肉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是東區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 我是雲林人 然後雲林人在鄉下 其實烤肉也沒什麼對不對 然後可是 我在我家烤肉的時候 就找很重人烤肉 也沒有到很吵 但是就是 可能烤肉有 就是整條街就我們家在烤肉而已 然後可能就是煙啊 還是什麼啊 去不小心弄到隔壁 然後 就被檢舉 就被檢舉 然後被檢舉來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已經早上起來的時候 衛生局跟那個環保球打電話給我說 他們在樓下做聯合機查 我就想說 我剛起來 居然是被這樣子 我是第一次被聯合機查 而且還兩次 是不是你在烤肉 他們以為你在這裡面做加工時間 對 沒錯 所以要看有沒有油煙啊 有沒有炸的什麼 有的沒的 都沒的 就莫名其妙 就只是個烤肉 因為說我 醋鼻GAP有點像是拍醋鼻吧 因為 你跟我講 那一定可以溝通嘛 可是你沒有跟我講 你又 還曾經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就 車子就停在可能紅線 然後去搬個東西 我快就被開罰單 是是是是 書大招謀 對啊 我覺得不容易 所以未來還是要 找個地方登記起來 一定要 一定要 找個工廠位置 找個工廠位置 這是一定要的 因為畢竟 嗯 現在可能大家還在傳統市場買東西 但是未來會一定會 嚴格會不會規範 所以你就是意外從團購 莫名其妙就賣起來了嘛 那剛好你女朋友是上游 所以你是掌握了一些優勢嗎 對 掌握了這品質優勢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所以一開始也沒有打算要賺很多錢 或賣很好 純粹就是分享 分享啊 因為我覺得說他們他們業績有下滑 就加加減減幫忙 加加減減幫忙 那我想說加加減減幫忙 其實我也沒想說 我可以居然可以賣到一個月 大概可能三十四萬七掉 我真的沒想過 對啊 因為有時候這個信任感一旦建立之後 他就會一直跟著你買 對啊 因為你就是品牌 對啊 其實大家都跟著我買 因為我比較能溝通 你比如說你今天不好 那你跟我講 我可以去接受去換 因為很多人都被直播的一些帶貨騙過 所以他們都不輕易在相信那些直播帶貨 對 其實我在這個過程 賣的很便宜 可是東西來了都有問題 對啊 而且我一開始的時候我會想說 松阪珠對大家來說應該是很好的東西對不對 很高很高單價 我那時候為了做促銷活動 不然你來買 那我就送你松阪珠 你買了多少錢要送你松阪珠 我那時候定價定六百一千 我就送你松阪珠 然後我那時候還有就是 比如說搶客人 比如說 一開始做的時候 比如說 30個人只要來 然後就免費說滿足送你吃 我去完全沒笑 沒有一個人來跟我領這件事情 我就那時候頓時就知道說 是不是我把這種東西這樣子做 貶低我自己的價值 人家覺得說 天下怎麼會有白癡的無償 送的一定是不好的 對 人家就不信你這一套 對真的 可是後來想說 我居然這樣子 居然沒有人 那我覺得有點 shock到 對啊 就知道要改變策略 改變策略 不過我相信經營兩年的這個社群 應該就是腦子會動得非常快 對啊 腦子會動非常快 而且邱哥其實有教過一些小技巧 其實對我來說幫助很大 對 好謝謝我們小鮮肉的副業創業 好謝謝 謝謝金銘大哥